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哥哥被杀弟弟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可能是王永湘建才奇 害了自己的亲哥哥呢 为洗脱嫌疑 弟弟拿出的一打新钞 竟成了破案 谢谢哥哥还给了我一打 说是给我的压岁钱 一个15岁的孩子被警方抓捕 这个孩子只想偷钱 最后却为何被指控犯了抢劫罪 谁害死了哥哥 法律讲堂即将不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年正月初六早上 热热闹闹的年刚过去 这空气中还弥漫着烟花和爆竹的味道 不用上学的小孩们呢 开心的在街上玩耍打闹 村民王永江在街上啊 悠哉悠哉的走着 他呢正准备去东头 哥哥王永海的小卖部里 两个人约好了 一块去镇上进货 等到了王永海小卖部的门口 看到啊大门紧闭 这个王永江啊心里啊 感到有一阵奇怪 这个哥哥平时都很勤快 每天呢都是一大早就起床开门做生意了 那么今天呢 到这个点儿 哥哥竟然还没有起床 王永江啊走上前 用力的敲打着小卖部的门 本来以为哥哥很快就会来开门 但是没想到 这敲了好一会儿 这手啊都疼了 还没有人过来开门 见没人开门 王永江感到很奇怪 哥哥每次进货都是等着自己一起去 他不可能会撇下自己先走啊 难道是哥哥遇到什么事情 王永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赶紧掏出备用钥匙把门打开了 可是他进到屋里后 却被眼前的景象紧呆了 只见他哥王永海浑身是血 躺在炕上一动不动 面色苍白 身上呢盖着一床棉被 都已经呢被血给浸湿了 那么被子上还压着四箱矿泉水 王永江虽然是农民 但是呢他也懂一点侦察常识 知道啊这个现场不能破坏 于是啊立即出去打电话 就报了警 这派出所民警来了之后 进入案发现场 仔细的进行了勘察 发现礼物的东西 除了炕上的之外 其他的也还都是比较整齐的 并没有被翻动的痕迹 那么前面小卖部的东西呢 摆放也都很整齐 这么一来 暂时看来排除了流窜人员 抢劫作案的可能性 而且经过法医对尸体的检查 王永海啊 应该是在熟悉当中 被人用盾气击头 而且是一击击死的 那么身上和现场都没有明显的 反抗和搏落的痕迹 除了这些勘察结果之外 民警啊 并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因此只能初步判断 估计啊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会是谁作的案呢 要想找到凶手 恐怕啊 还要从王永海的人际关系着手 那么王永海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他在大正月里 被人残忍的杀害呢 这说起来啊 王永海也算是命运坎坷 小的时候父母双亡 他呢和弟弟王永江两个人是相依为命 为了供弟弟上学 王永海很早就退学去打工了 那么一开始啊 他在离家比较近的镇上打工 后来呢 王永海认识了一个大老板 带着他出国打工去了 在国外那几年呢 王永海勤快肯干 得到了狼板的赏识 挣了不少钱 不仅呢 供弟弟上完学 帮弟弟啊 盖了房 娶了媳妇 而且啊 还攒下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那么去年呢 王永海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 不想再待在国外 于是呢 就回来在村里啊 开了一家小卖物 那么生意啊 虽然不是特别的红火 但是呢 在乡里乡亲的照顾之下 半年来倒也赚了不少的钱 这个王永海回来之后啊 弟弟王永江觉得 哥哥为自己操了半辈子的心 那么到现在呢 都没有成家 他心里啊 感觉十分的愧疚 因此啊 王永江一直张罗着给哥哥 介绍个对象 这个王永海啊 人长得是人高马大 从小呢 是出了名的老是肯干 那么在村里人缘也很好 虽然年纪稍微大了点 但是啊 这几年在国外打工 也受了些国外风气的影响 这穿着打扮呢 多了几分洋气 不像村里人那么土 所以说 听说王永海要相亲 这十里八村呢 很多媒人跑到家 为王永海说媒 真的介绍姑娘给他 这王永海呢 当然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贤惠能干的媳妇 因此啊 他听从弟弟的建议 也相过几回亲 但是呢 都没有下文 不是人家姑娘嫌弃王永海啊 太过老实木讷 就是王永海觉得姑娘啊 太娇气 不能和自己一块吃苦 不适合自己 这一来二去 大半年的时间呢 就过去了 王永海啊 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 那么会不会王永海相亲的时候 得罪了什么人 或者和有的姑娘产生了什么纠结 导致有人一时冲动 作案杀了他呢 民警啊 开始怀疑这个案子 有可能是情杀 于是呢 把给王永海说媒的人 逐个找来仔细询问 结果民警发现 王永海和见过的几个女孩啊 只是泛泛的交往 并没有什么深入的联系 那么更谈不上有什么矛盾了 这个情杀的可能性很快就被排除了 不是情杀 难道王永海是被仇杀 可是王永海会有什么仇人呢 经过走访调查 民警了解到一件 王永海曾和别人豁出命去动手打架的事 当时在整个村子里闹得沸沸扬扬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村里有一个小流氓叫李祥 他呢 趁着王永江不在家的时候啊 半夜闯进了王永江家里 企图欺负王永江的媳妇 这王永江的媳妇啊 是拼死反抗 大声呼救 惊动了周围的邻居 这才把李祥给吓跑了 那么事后王永江回来了 他媳妇啊 哭着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这王永江啊 当然是十分的气愤 说一定要为自己的媳妇出口气 于是王永江找到李祥的家里 趁李祥没有防备 王永江拿起棍子 把李祥狠狠的打了一顿 打得李祥啊 是抱头求饶 大喊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王永江出了这口恶气 本以为啊 事情到此就了结了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 没过几天 王永江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被人用麻袋突然蒙住 然后被人全打脚踢了一顿 那么王永江呢 遍体鳞伤 在医院呢 住了好几天 其实啊 大家心里啊 都清楚 肯定是李祥 还有他那帮狐碰狗友干的 但是呢 又都没有什么证据 因此也都劝这个王永江啊 稀释宁人 王永海知道这件事之后啊 一直没有说什么 在王永江被打伤住院期间 他天天去探望 表现的呀 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 没有想到 等到王永江出院之后才听说 王永海自己一个人跑到李祥家里 替弟李出气 和李祥啊 打了一架 而且还拿出刀子架在李祥的脖子上 并且明确告诉他 以后再也不要去找王永江的麻烦 否则 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村里的人知道了这件事啊 都不敢相信 没有想到 平时看起来这么老实的王永海 为了弟弟啊 竟然能做出这种事 那么王永江呢 也非常的感动 他说 哥哥呀 对自己恩重如山 自己呢 要用后半辈子来报答哥哥的恩情 那么自己的儿子就是哥哥的儿子 如果哥哥一辈子没增加 那么老了之后 就让自己的儿子去伺候亲哥哥 此后 王永江和王永海兄弟两个人的关系 是更加的亲密 不过这件事啊 最终还是让当地派出所知道了 那么王永海兄弟和李翔都被传唤到派出所 警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这个李翔呢 还因为有其他的违法行为 被行政拘留了15天 那么除了这件事 王永海呀 再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因此民警怀疑 会不会是李翔被打之后一直怀恨在心 他刺激报复杀人呢 哥哥被杀 弟弟报警 警方却怀疑弟弟有杀人嫌疑 说民警同志 我哥的死杀绝对跟我没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我哥的钱 为洗脱嫌疑 弟弟拿出的一打新钞 竟成了破案线索 那大零钱很有可能是被凶手拿走了 警方调查发现 疑犯竟指向一个15岁的孩子 谁害死了哥哥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有了怀疑对象 民警立即对李翔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这巧合的是在王永海死亡的那天 也就是正月初六 李翔正好外出打工去了广东 那么现在根本就不在村里 也没有办法进行调查 怎么办 民警决定一方面立即派人去广东找李翔 另一方面在家寻找其他的相关线索 在查案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 通过对村民的走访 民警意外的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什么线索呢 民警听说王永海这些年在国外 赚的钱全部都寄回来交给了王永江 而王永海回国之后 他想开个小卖部需要本钱 再加上要准备结婚 想把所有寄回来的钱都要回来 可是王永江坚持只把开小卖部的本钱交给王永海 那么剩下的钱等王永海结婚的时候再还给他 据说这兄弟俩因为这个还有过争执 了解到这一情况 民警产生了一个疑问 王永海的死莫非是弟弟王永江造成的 难道是王永江建材起义 不想让王永海把剩余的钱全都拿走 所以才铤而走险杀害了自己的亲哥哥 有了这个猜想 民警立刻赶往王永江家调查情况 当民警到王永江家里的时候 王永江正好待在家 民警发现虽然王永海已经去世一段时间了 可是王永江的家里还是挂着王永海的照片 摆着王永海的灵位 每天三炷相供着 王永江和他妻子脸上依然看得出悲伤的神社 可见王永江和王永海这兄弟两个的感情确实不错 民警问听说王永海有一笔钱放在你这 有这回事吗 王永江热情的给民警端茶倒水 听见民警这么说 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说 说是啊 我哥哥在国外打工赚的钱都寄给我了 我帮他存着 民警听见王永江承认了这件事 接着就问 说我们了解到王永海生前想把钱要回去 你不同意 你们两个还起了增值 有这事吗 这王江一听啊 民警在怀疑自己了 赶忙解释 说民警同志 我哥的死啊 绝对跟我没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我哥的钱 我只是觉得 我哥啊 开小卖部 比较容易遭贼惦记 他呢 老实八交 也不知道防人 要是再把钱全都拿回去 让别人知道了 那说不定去抢啊 去偷啊 我哥哥到时候保不住这些钱怎么办 况且 我哥哥只要说需要用钱 和我说一声就是了 哥哥对我恩重如山 别说把他的钱拿回去 就是用我的钱 我都不会说二话的 王永江的妻子啊 也在一边帮衬 说是啊 哥哥对我们一家都很好 我们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民警呢 当然不会轻易相信这两个人的话 这个事情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于是又问 正月初五晚上到正月初六凌晨 当时你们在哪 王江回类一下说 说那天下午我和哥哥从镇上回来之后 我就去同村大宝家里喝喜酒了 他的儿子啊 正月初五结婚 当时啊是一直喝到很晚 结果呢 我喝醉了 记得不太清楚了 最后好像是被人给送回家了 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然后我去找哥哥 才发现我哥哥出事的 那么有人能证明你说的事情吗 民警接着问 说有啊 王永江联邦说 说那天晚上和我一起喝酒的人都能证明 最后我喝醉了 还是二狗子帮我送回来的 他也能证明 那么根据王永江所说 民警马上派人到王永江所说的这些人家里啊 进行了调查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王永江呢 急忙跑到屋里去 拿出一打崭新的联号十元的新钞 他对民警说 这是初五那天 我和哥哥去镇上的储蓄所换的新钱 哥哥呢 担心初六小卖部开张没有零钱早 特地换的 换回来之后啊 哥哥还给了我一打 说是就当给我的压岁钱 民警呢 看到那打崭新的十元联号新钞 突然呢 是灵机一动 问王永江 说这打钱王永海的小卖部里也有 你带我去看看 王永江啊 联邦说好 带着民警就往王永海家的小卖部走去 在路上正好遇到了去大宝和二狗之家查探的民警 他们两个人呢 证实了王永江当时确实不在场 排除了王永江的嫌疑 等到小卖部之后 王永江找到了王永海放零钱的抽屉 可是打开之后 竟然发现那打零钱 根本就不带抽屉 从王永海换回零钱 到他死亡 小卖部啊 根本就没有开业 那么也不可能找出这个零钱 那么这么看来 那打零钱 很有可能是被凶手拿走的 与此同时 去广东调查的专案组 反馈回来消息 已经找到李祥 并且调查清楚 案发时李祥在广东 而且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同时也不存在顾凶杀人的可能 既然李祥不是杀害王永海的凶手 那么真凶又会是谁呢 于是警方将注意力转移到了 那打失踪了的联号新钞上 警方大致确定了凶手拿走钞票的号码范围 并在全镇展开了走访 查探那打钞票的流向 果然几天后 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镇上一家手机店的老板说 说前几天有个十几岁的小男孩 到他店里买手机 当时用的就是大把的十元联号新钞 民警看了一下老板拿出来的钞票号码 正好和王永江手里的钞票 号码是连着的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打钞票啊 很快根据手机店老板的描述 民警呢画出了这个小男孩的大致的样貌 拿着这个画像啊在全镇开始找人 尤其是根据作案者很可能是本村人的推测 民警呢特地拿着画像在村里重点排查 果然这个画像啊一拿到村里就有村民认出来 所以这画像里的这个小男孩 怎么看着这么像村子里王奶奶的这个孙子啊 那王奶奶的孙子 怎么会拿王永海小卖部里的钞票呢 失踪新钞成为破案 关键警方在网吧抓获小勇 民警呢把小勇直接带到派出所进行询问 小勇承认自己砸死小卖部老板 只因他偷钱时被发现 谁干什么呢 这个小勇啊吓得是头脑一片空白 小勇原本只想偷钱 最后却为何被判想结罪 谁害死了哥哥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为了弄清疑惑 民警呢迅速就赶到了王奶奶的家 一看到民警进门 王奶奶啊当时就有点慌 急忙问 说警察同志啊 是不是小勇又犯什么事了 他爸爸从外地汇钱回来 我呢一把老骨头又走不动 我就让他去取钱了 结果他几天都没回来 民警看到王奶奶这个样子啊 也有些愚心不忍 当时就问王奶奶 说您知道孙子去哪了吗 我们找他呀 有点事要了解 王奶奶说 哎呀我也不知道 他整天都跑到镇上去玩 去网吧打游戏 我呢老了 也管不了他了 原来这个小勇啊 是个留守少年 父母呢都在城里打工 只有奶奶照顾他 奶奶年纪大 对他呢也疏于管教 小勇呢 经常逃课打架 也被学校啊 劝退了好几回 后来呢 回到家里啊 也不好好待着 整天的混集在网吧 那么根据王奶奶的说法 民警呢 很快就在镇上一家网吧里 找到了正在打游戏的小勇 看到民警来找他 这个小勇啊 反而显得是异常的淡定 民警呢 把小勇直接到到派出所进行询问 在他身上找到了新买的手机 当时就问他 买手机的钱哪来的 小勇说 说这是我爸给我的 民警一听 当然知道 这个小勇啊 肯定是在说谎 当时民警耐心的就教育小勇 说小勇啊 我们去过你奶奶家 你奶奶呢 还在家里等着你回去呢 你整天在网吧打游戏 你对得起奶奶吗 对得起在外辛辛苦苦打工养你的父母吗 你呢 现在啊 年龄还小 只要把实话说出来 改过自新 还有机会重新做人 听了民警的尊尊教导 小勇啊 沉默了 半嗓没有说话 看到小勇思想有些动摇 民警趁热打铁 说小勇啊 其实呢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 但是呢 想要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主动交代事实 我们会对你从宽处理的 不然的话 等我们查清了 再说什么 恐怕就晚了 经过民警的苦心劝说 小勇呢 最终 终于交代了入户抢劫和杀人的全部事实 原来啊 那天小勇按照奶奶的要求去镇里取爸爸寄回来的钱 结果到了镇上啊 取了钱之后 小勇呢 网瘾犯了 他跑到网吧玩了一宿 把钱呢 全都拿来买了游戏装备 等到钱花光了 小勇啊 开始有些后悔了 这没有钱 怎么回去给奶奶交代呢 就这样啊 小勇是边走边琢磨 回去 怎么能够瞒过奶奶 走到村东头小卖部的时候 他呢 突然有了想法 他以前呢 在小卖部买过东西 也看到老板呢 把钱呢 就放在柜台后面的那个抽屉里面 也许可以从小卖部的这个抽屉里 偷点钱回去 那么这么一来 就可以对奶奶有交代了 小勇呢 特意等到了天黑 估计啊 老板睡着了 然后呢 他就从小卖部的门下 一个门板的空隙处 就钻了进去 结果呢 进去之后啊 他本来想拿了钱 马上就走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拉抽屉的时候 由于动静太大 结果惊动了王永海 王永海啊 迷迷糊糊的 醒来了 打开手电 在屋里晃了晃 正好呢 照到小勇脸上 王永海一惊喊到 谁 干什么呢 这个小勇啊 吓得是头脑一片空白 眼看着王永海啊 就准备要下床过来 他呢 赶忙捡起地上的一把铁锤 冲到床前 罩着王永海的头上 就砸了过去 王永海啊 虽然是个成年人 但是他没有防备之下呀 被突然砸了个正着 顿时就倒了下去 鲜血从头上就冒了出来 小勇见他没了动静 慌乱之中啊 赶忙用棉被 把他给盖了起来 而且呢 又搬了四箱矿泉水 压在了被子上面 之后呢 他到床边找到了钥匙 打开了这个抽屉 拿了一打十元的新钞 然后呢 就跑了 小勇虽然经常逃课打架 但是却没有做出过太出格的事情 这次杀了人后 他内心感到十分害怕 担心警察会查到自己 因此 他没敢直接回家 而是躲进了镇上的网吧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警察会这么快 就找了他过来 王海被杀案 终于真相大白了 知道真相的王奶奶啊 是痛哭流涕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年仅15岁的孙子 会闯下这样的弥天大祸 那么 小勇需要为他的行为 付出什么代价吗 他的行为 构成刑法当中的什么罪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国刑法 对于未成年人 实施犯罪行为 杀害他人 是如何定性的 那么呢 我们需要介绍一个法律概念 转化型抢劫 什么叫转化型抢劫呢 如果单从小勇啊 入室偷盗的行为来看 应该呢 定盗窃罪 但是盗窃罪追究的刑事 责任年龄起点是16周岁 而小勇呢 当时只有15周岁 本来啊 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 但是他呢 在盗窃行为被王永海发现之后 为了不被抓着 当场使用暴力 致死王永海死亡 那么这个时候 他行为的性质 已经发生了转化 应该按照抢劫罪 来定罪处罚 而抢劫罪 属于是年满14周岁 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的罪名 因此 小勇应该按照抢劫罪 来承担刑事责任 对此啊 我国刑法条文当中 也有明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9条规定 犯盗窃 诈骗 抢夺 为窝藏 账物 抗拒抓捕 或者毁灭罪证 而当场使用暴力 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按照刑法第263条 也就是抢劫罪的规定 定罪处罚 同时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7条规定 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人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自身重伤 或者死亡 强奸 抢劫 贩卖毒品 放火 爆炸 投毒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 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 应当是重庆处罚 那么案件呢 很快呢 就进入了法院的审理阶段 在庭审过程当中 小勇的辩护律师提出 小勇 属于是未成年人 他的认识能力 辨别能力比较低 且为粗犯 偶犯 因此啊 应当减轻处罚 那么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 采纳了辩护人的这个意见 以抢劫罪 重庆判处小勇 有期徒刑 八年 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 能做下如此残忍的事情 究其原因 与其父母长辈的 长期疏于管教 是分不开的 如果有人能够 及时的施以 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那么小勇呢 很可能 不会走上歧途 好 观众朋友们 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台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丈夫离家出走 妻子得到丈夫猝死的噩耗 网吧里面啊 有个客人猝死了 而且是死在网吧的洗手间内 妻子认为这不可能 现场确认死者并非自己丈夫 他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周涛的钱包和身份证呢 死者究竟是谁 离家出走的丈夫又在哪里 丈夫命丧洗手间 法律讲堂明日播出